无辜召唤 五雷我等 不怕天前吗 这是我一个道友 我们本世的 他早年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学这个什么五雷诀呀 听说这个很厉害 天上这个雷不中一样啊 一个雷一个火 这个雷更是感觉到它地位很高 具体的我们不好分了 听说是 然后他就学 他在那边一边挖框 然后学这个东西 结果一掐 眼前一片云 那远处都没有 就他这耳边传来这个声音 就这样 然后从此才开始敬畏 害怕 某某也是跟这个有缘分 有的人你招也招过来 还是有这个缘分 之前在那个曾世强老师 就是他一个人的影响力啊 烘托在山东太阳 搞每年一次的这个祭天 有一年我去了 那身边一个道友 然后说 赢神 前面刚开始怎么铺垫 说到这个的时候 他也是 当然闭上眼睛啊 那个时候感应会更好 一般来说 人只要眼一睁开这个 无浊的世界 就会想的比较多 就不容易静下来 不是让你不争啊 练功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为说 进不了状态 你先闭上眼 达到了之后 然后你再睁开眼 看山是山 听到赢神的时候 玄天上帝道 就这么一个声音 指的就是玄武大帝嘛 真武大帝 同时呢 他看到这个山前呢 有四五位神仙 他也叫不上来 那就像那个素描一样的那种 人的脸型 还有正面呢 还有侧面一点 侧脸 包括还有一位女神 搞不清楚 总之 那个时候人他心呢 虽然现在老百姓举办的是民间的 更不懂这些的 没有那么虔诚啊 就是可能没有系统的传承啊 但是有的人心里还是很敬畏的 总之很难得这个仪式 那就是人家几位众神就来了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事 还有一个道友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一到这个洞 那次我们是拜的鲁班 有这么一个这个 也不是上古大神 就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物 而成就的 不管是先从天上来 然后让他做事 最后再回去也好 或者是他个人真的是能量很强 从他这儿开始走后才封为神 不管什么 就是到他这个洞里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 摇头晃倒 那个洞里四场能量是很强的 我这个道友他就是这样 包括到这个女娃洞里 到鬼谷洞里 鬼谷子 都是这种反应 然后他因为在上界也不是在阴界 反正是有一定地位 一般的神像就跪 是跪不下的 他膝盖是跪不下 他想跪 但跪不下 就弯着像那个麦克尔·杰特逊一样 跪不下 但是他一物相一物 在上界的时候他也很调皮 但是我一个员工曾经 见到王谷娘娘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然后旁边有这个 罪行的童子说 见到王谷都不败 我说你这下来整天让我教育你 你这太高兴了